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今天我们走BB级的路线 由中环踏扶手电梯再上山顶 中间会经过纜车站 七咸径和政务司司长官邸 当然不少得终点的盧吉道 我们很快看看地图 我们从中环地铁站出来 经过扶手电梯上到江德道 最顶那里 一直橫走过来 到纜车轨附近就转入七咸径上山 一出就八家道 然后到山顶 凌宵角和盧吉道 全程5.8公里 爬升200米左右 2个小时一定可以 我们在中环站D27口 上到地面左转 然后到皇后大道中 很快就去到半山扶手电梯 一直搭上去搭到最顶的江德道 这条扶手电梯 我想香港人每个都搭过 全场超过800米 是全球最长的户外 有盖行人扶手电梯系统 途中就会经过 旧中区警署建筑群 即大馆 还有SOHO美食区 我想大部分人都很少上到最顶 我们一出江德道就转了 一直向前走 我们已经轻轻松松上了200多米 山顶就400多米 即剩下200多米 就靠我们自己的脚 继续向前走 来到江德道在殷豪角 有个红绿灯 我们过马路就去到香雪 开始有行沙的感觉 这条路就微微地向上走 有些树荫 周围又没有什么建筑物 又没有什么车在走 都很好 我们沿着马路 就终着右边这间国际学校 一直向前走 靠右边走 很快就会见到一条楼梯 可以上去梅道 这里的位置有点稀奇 我们要180度U转 然后走这条天桥 跟着梅道在那里走 记得小心车 慢慢来 跟着梅道大概走600米左右 在这个分叉路口 留意后边就会见到一条纜车轨 终于 我们就在这里接入七壇径 如果你想辛苦一点 其实可以在金钟地铁站 经过香港公园上来 这个七壇径也可以 这条七壇径 就是我们今天最辛苦的路段 因为它高低差有160米 是不断地自动地走上去 中间也没有进化退出点 所以如果你想回家 就趁未进七壇径之前 七壇径这些鼠音很密 天地走 慢慢走都挺舒服 我们走走走走 就会见到一间大屋 这间七壇到1号大屋 就是七壇径上唯一一间大屋 网上资料就说 这间房子有大概差不多80年历史 一二年的时候估值4亿 不过我想住在这里 一定要好好脚力才行 因为这里没有车道直到 所以每天都要这样走 又有钱又有健康 挺好 那条路开始窄了 和自然地上上落落 留意一下路面有些位置是黑色的 黑色是因为长年都晒不到太阳 还有水在山上滲下来 有些青苔山 就很滑 最好走在路中间就安全一点 后面有少少中环的景 看看 要好好珍惜这些景 因为整条七咸径都是这个很密的叢林里面 都没什么风景看 那你看到啦 七咸径是中区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真的好像一个月大二隆 这些树真的长得很高 遮阳光 夏天都不怕晒 这些G字形的路段 好像走的都走不完 走到你想怀疑人生的时候 就终于来到这个八家岛了 那出来右转 我们沿着八家岛一直走 就很快到山顶了 左手边这个就是政务司司长公馆 1951年的时候建的 是一个二级历史建筑 以前是一个医院来的 医院主楼就拆了起 产科液楼就留在这里 官底外面景都真的很漂亮 很开阳 没什么遮挡 看完风景我们继续沿八家岛走 原来这条八家岛是1890年代应有的 是用那时演员的港督八家爵士来命名的 这条路是豪宅区来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小巴或巴士线的 看完这些漂亮的屋 我们就继续向前走 走到尽 我们又会见到这个右边 有一个八家岛的蓝车站 其实这些蓝车的中途站 都没有什么人会下车的了 我们可以转进去看看 都挺古色古香的 很特别的这家车站 原来1888年就已经体用了 在这里拍摄照停留一会儿都不错 我们在这个站出回来就转右 继续沿着八家岛 落少少斜 前面这个就是旧山顶道 我们走左边 其实如果我们刚才走完香雪道之后 不走回道 改行这条旧山顶道都会来到这里 这样上山最直接 不过就肯定没有我们走那条七行景那么舒服 我们跟着这条旧山顶道走到尽 就会见到一条楼梯 楼梯再上去就是凌宵角后面那里 那天就5点半在中环地铁站出发 现在这个位大概都是7点左右 看日下来算就略延迟了少少 早回15分钟就差不多了 因为由凌宵角那个位 走去楼梯道观景那个位 都要整三个字 所以我那天为了追趕日落的尾巴 就走得很快 都不空欣赏一下楼梯道这里的树 这里的树都生得很茂盛 而且下面有时都有一些 指示牌在这里介绍一下 看回资料 原来楼梯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起的 即是1913-1914年间 用5万港元港元 欣赏一下这个这么美的香港 原来楼梯道这里都是一些懸崖峭壁 所以要在这些峭壁上面作饰 立庄围桥柱 再在上面起条桥再铺路上去 所以是几不够麻烦 刚才说的舰车是88年有 这里是1914才有 中间都隔了25年 好了 那我们都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要欣赏风景了 我们一会儿都是沿路出回去 凌霄角那边搭巴士走的 那我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